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28日 在首尔举行全国大会 议员李在明以77.77%的得票率当选为党首 结束了该党党首空缺的局面 今年3月 共同民主党领导层因总统选举失败 而集体辞职后党首空缺 由紧急对策委员会代理党内事务 在6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中 共同民主党再次惨败 委员会也随后集体辞职 面对选举的接近势力 李在明在当选感言中强调 将让共同民主党再次掌权 今天的大会将成为两年后的国会议员选举 四年后的地方选举 五年后的大选的胜利起点 李在明还提议与总统隐序约会面 共同解决问题 为政府和执政党提供帮助 如果国民的生活能够改善 我将首当起冲与政府和执政党进行合作 我将提议与总统举行会议 坐在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 今年3月总统大选时 李在明以0.7个百分点的微弱差距败给李西悦 李在明当选最大在野党党首当天 总统市公报首席秘书基因会表示祝贺 期待李在明配合政府解决各种民生难题 新台电视台记者今夜韩国首尔报道